对苍生的承担 你是无可 无法抛弃的 不好意思 倘若我功力上不在 等一下 你错词 错了 错了 遇见他 如春水影里花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朱熹丹 今天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 我自己经常用 然后也是用了很久的一款托毛糕 因为我在拍戏嘛 也会做一些活动 然后经常会露胳膊露腿什么的 这款托毛糕 我也是用了很久 我觉得特别好用 是微停的 反正用到现在 我都没有就出现那种过敏的情况 它是那种茉莉花香的味道 味道特别好 涂在深深 也是那种闷合不刺激 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吧 之前没有用过托毛糕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也会 就这样涂一层 然后就这样涂开 但是不是托毛糕 一定一定要厚涂 你千万不要心疼 一定要把上面的那个寒毛 给盖住 等个五至十分钟 但是千万不要超过十分钟 差不多了 看着那个寒毛 对 然后反方向这么刮 这样吗 刮碗的地方 然后一定要拿清水去清洗干净 用完了以后 软软的滑滑的 感觉自己的皮肤比平时还要白一个度 所以这个也是女生托毛的一个 你们等的 女孩子嘛 然后一定要精致 然后从很多细节来抓起 很多人都是 那个 你背你反应 就把我给背上了 然后 然后过去 你本人也没有这么的凶啊 师傅吃不习惯这里的东西 我给他做点宵夜 谢谢 谢谢 多谢师傅的信心教导 是 可是 可是 指弱 不是师傅亲自挑选几额被的 要不是师傅好心收留我 以我愚钝资质 怎配当峨妹弟子呢 我只是不希望有无辜的人会被杀 是 能有几人 躲得过 远结中被轻困 是 何为永恒 何为舒适凡尘 你饿饿美 若有不可 弟子也不敢独善其身 干了浮华半生 繁华如今 我愿白鸣银行给你安稳 只此一吻我 无疾无怨 不沉 至少 果真是冤家路窄啊 城里客栈这么多 想不到在这儿 遇到张大教主 芷若 我要向你正宗请罪 当日为了营救我义父 耽误大理 我实在是 不必废话 没你当日弃婚 今日我何来家许 我跟青叔成亲时 没有惊动旁人 不过这杯喜酒 将来我一定给你补上 夫人贤惠 倒要多谢张教主 促成我这段美满医院 好呀 武当逆子 配合眉独女 决配 你是什么 直若 你冷静点 你 不见 这个无耻妖女 是你的心肝宝贝是吗 好 请说 把她的脸皮撕下来 这种状态 你 是什么 这种状态 还不行 这种状态